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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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性格是完全不成的 LPL和LCK的职业拳手 应该算是世界最会打英雄联盟的一批人吧 他们对于版本的理解分歧都无比的巨大 可见这是改版带来的影响有多大了 甚至是颠覆性的 比如LPL赛区现在上路 基本上纳尔不办那就要被抢了 胜率也非常高 在LCK那边呢 纳尔不但没什么人选 而且呢上场率 胜率也是很低的 之后LPL又开始进化 运营和爱打架的风格是依旧保留的 在这基础上又开启了支援模式 通路成为了支援的发动机 通路快速清兵线 然后去上路或者下路支援 这个方法用的最炉火澄清的 那就是方Plus 不知道这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再拿个冠军回去 所以赛区之争 从古到今 一直都是召唤师们关注的话题 等今年的世界赛我们一探究竟吧 小虎成为了目前春季赛MVP最多的上单 那么到底是迎进其才还是KDA歇菜 1月29号的比赛手捧雷结束了坎坷的一声 被WE温柔地揽入怀中 除了恭喜RNG保持了连胜战绩以外 小虎的转型似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获得了目前春季赛MVP最多的上单 这时候有人提出了质疑 在我看来啊 那肯定是因为 春天来了 万物复苏 又到了动物们繁殖的季节 山林的空气中弥漫着荷尔蒙的气息 不好意思啊 穿台了 确实 村子虎地 那可不是浪德虚名 现在肖户就像我一样 可谓是可攻可守 又勇又猛的无敌上单 它能一直这么牛皮是我们所有的愿望 希望肖乎能保持这种状态加油 当RNG教充满意打卷的时候 另一则标题让我更感兴趣 就是Coreying 与钱中单存在一些不为淫知的交易点 点进去看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裹着个狂舔消互的脚 还理直气壮的叫嚣 这也是指定是有点问题 要不就是这里边有问题 想到是首发中单 要宛足首发上单的某些欲望 才能得以上啊 开始玩花花的了 兄弟们 不得不说 你裹着哥还是你裹着哥 不愧零零后 老回路清奇 年轻又奇葩 我就是想问一问 那个小虎的脚 到底是酱香炎型 还是酿造老陈醋型 是吃饭不用放盐了 还是吃饺着不用蘸醋了 希望裹着哥能给我满意的答复 谢谢 比赛让你心情澎湃 S11赛季的改版 也让你眼前一亮 后霸声的金克思 终于迎来了新一轮的恩统 金克思Q技能额外攻击距离提升 这样的恩宠能不能让暴走罗利 摆脱倒数第一的位置 反对的玩家表示 想太多了 金克思前期刮上 中期刮上 后期还是刮上 知识派的玩家表示 大乱的玩家荒喜 我倒是感觉这个改动 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 要知道之前版本的小金 在线上被压以后 打团又没有被移 小金常年徘徊在射手胜率榜末尾 现在线上加了100码的射程 对线耗血能力 安稳发育 都是不错的 满机以后抠技能 增加了200码的射程 意味着金克思切成火箭炮以后 基础攻击距离 会有精美天眼的725码 要知道一个常规ADC的攻击距离 是550码 除了集数火炮加150码 所以金克思的攻击距离 比正常带火炮的ADC还要远 这就意味着金克思可以A到别的ADC 出火炮以后还A不到的位置 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 在这我将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让你们了解英雄联盟到底咋回事 那有些90后都玩10年了还不到咋回事呢 你说你以后你孩子问你说 爸弗烈卓德是什么气候 那诺克萨斯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你到时候怎么办 你只能坑之别度的说 你爸爸网三有号 诺克当年又又又又续续 另外学了这项技能可以让你理直气壮的 带着你孩子玩游戏 你媳妇一问 我给我孩子讲故事呢 以后你孩子就会特别的崇拜你 那么咱先来点开胃菜 讲一个传说中第一个英雄的故事 在诺克萨斯北边的山根底下 一个女人怀胎九月正在壁炉旁边缝着小熊 突然肚子里的孩子提前出生了 她就是安妮 她爹妈以为她太喜欢小熊了 想赶紧来世界上看一看 殊不知这小泥子竟是一个天煞孤星 小泥子刚学会走路的时候 就突然开始发烧 烧到你轻轻一碰 你就会烫一个大雪包 她妈想去整点冰给她敷上 没想到第二天她妈不见了 她爸生病了 但小泥子却健健康康的跟小熊玩了去了 后来小泥子她爸也不负众望 给她找了一个后妈 她后妈还带了一个姑娘 这娘脸都是黄头发 我们管这个姑娘先叫黄毛丫头 对了这个小泥子和她亲妈都是黑头发的品种 你说这俩孩子搁一起玩 她能不干架吗 她一干架 她后妈就不乐意了 有一天她后妈洗衣服 不小心看见了这个小泥子画的画 把她亲妈亲爸画一起抖拉手 完了她后妈 她娘脸雪子呼啦的架壳西游 这给后妈气得完完的了 这一天呢 小泥子跟黄毛丫头一起玩 路过一条湍急的河流 黄毛丫头就顾着追蝴蝶 啪嗒掉河里了 小泥子就在岸上 用自己的小熊勾着黄毛丫头 突然小熊延烧起来 把黄毛丫头给烫走了 随风而去了 那她后妈肯定不乐意了呀 直接就跟她爸掰了 说是安妮儿是少把星 你不听 现在好了吧 把我姑娘也给嗑死了 这话吧 好死不死就让小泥子给听见了 回屋就开始哭 那么眼泪 众所都知一直都是这么魔幻 点谁谁成魔 小熊就被小泥子的眼泪点湿成惊了 屋里着起了大火 他爸为了救小泥子 让黄粱喀巴拍底下了 小泥子致死了没有了至亲 就剩个后妈 她后妈越想越生气 抬手就想给小泥子一个大嘴巴呢 但没下去手 就把小泥子怀里的熊抢了过来 啪就给扔了 这一摔吧 坏了 安妮儿直接放大了 熊变大了 森林着了 熊熊烈火 一RQW一套脸 后妈也没了 就成小泥子自己带的小熊 开始闯荡江湖 瓦洛兰的故事就从此开始了 这哪是妈妈给留下来的玩具啊 这简直就是霞沟里的暗大贝尔 看你们以后谁还敢打小熊啊 看他嗑不嗑你就完了 第一个嗑爹嗑妈的故事 就告一段落了 你们猜猜咱们下期 嗑嗑 嗑嗑 嗑嗑谁 打英雄联盟舞牌 跟朋友吵架了 三孩我友怎么办 我也没闪过 他说他喉咙痛喷不过我 等他喉咙好了 再过来夹我 我们这些友谊可能需要一个金嗓子 不懂就问 大家觉得是软辅好上分 还是硬辅好上分 玩得好的辅助随便上分 这不是软硬的问题 而是看你下不下饭 怎样证明自己是一个英雄联盟的老玩家 我想再玩一次AP赛恩 我拿AP剑胜拿过五杀 英雄联盟这个游戏怎么做到心平气和的玩呢 哎这个你问对人了啊 你可以去玩韩服 他罢你 你看不懂 男朋友给我的备注是 诺克萨斯是什么意思 姑娘啊 你多喝红糖水 多泡酒 控制一下那几天的情绪 你看他给你改的备注是什么 花乐的直缸总是那么短暂 钻眼又来到了说再见的时候 那么最后我蓝某人送给大家一副对联吧 祝大家牛气冲天C全场 牛转乾坤局局望 横批确实牛批 我们下期再见